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有道德上的一点缺陷 即便是恶意的流言蜚语 人们就会用口水淹死你 其中威力最大的就是学校暴力了 一人只要犯过这个错误 就难以翻身了 比如Blockby的嫖精 一直是绅士和精英的代表 但出现了学校霸凌事件后 形象全部崩塌了 20号有人在社区网站上 写文章公开批评了Cat7的荣仔 他说自己是听觉和智力障碍者 上过木铺机械工业高中 高二三时跟荣仔是同班同学 而荣仔无暖的欧打他 抢走金钱 借钱不还 后来荣仔参与综艺和音乐节目时装作善良 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再也不要出现在电视上了 这个帖子引起了一片哗然 不过内容本身存在一些漏洞 比如它并没有公开身份以及细节 荣仔上过哪所学校 这些信息在网上谁都能找到 不足以成为证据 在人们的质疑下 曝光着强调自己确实一点证据都没有 也没有该校的毕业证 但在学校天天挨打 学校生活太艰难了 所以经常离家出走 在毕业之前呢 他说又在外面就错过了时机 但他一口咬定 荣仔犯下了这些行为 因为他无凭无据啊 人们的怀疑之声更大了 还有一点是 他在20号才加入了这个关于汽车的社区网站 而第一个帖子就是指控荣仔的内容 仅仅为了曝光自己是受害者 而加入了汽车社区网站的会员 这个行为啊值得思考 他在20号又表示 已经给JYP发邮件说明了情况 而21号JYP公司正式回应 跟荣仔确认过了相关内容 他以前在学校跟朋友有过一次肢体冲突 后来也没有和好 但除此之外呢 曝光者的主张都不是事实 而且他说给公司发了邮件 但并没收到 还为了了解详细内容联系了他 但公司仍没得到回复 而这个曝光者又留言说呢 自己确实昨天发了邮件 只不过发错了 我想JYP道过歉 我会亲自见面的 他的语言前言不当后语 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而且还有一个疑点 就是荣仔啊 在2012年10月转学到了首尔艺术高中 就是读高二三时已经在首尔了 那么曝光者主张的 高二三的时候遭到了暴力 这个内容怎么成立呢 而今天22号上网 JYP再一次表示 跟曝光者见面了 虽然他主张了跟网上一模一样的内容 但他并没有提出 曾经遭到学校暴力的任何证据 最近啊 这类曝光非常多 我认为经济公司或者个人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像JYP啊 马上确认内容后进行辟谣 因为你慢了几天 传言就会传遍全国 后来就覆水难收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